哗哗 晒雪了 有了有了 绝ument登amis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青景泽了 青景泽最主要要做的活动就是滑雪 但是因为汇用的问题 滑雪的汇用还蛮高的 所以我们今天织oqu会去旧青景泽 还有中青景泽 然后我们就会先前往旧青景泽的云场池 那其实从新井泽车站前往云场池的方向 大概是走路需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如果你不想要选择走路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骑脚车的方式前往云场池的 但是我们是想要说可以慢慢走 慢慢欣赏旁边的风景 所以我们就选择走路 然后这里旁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风景 这是照片上的云场池 跟真实看到的不太一样 池中有非常多非常可爱的小鸭子 错过了云场池的季节美景 所以我们很快的前往到下一个目的地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飘下了雪花 鸭雪了 耶 好漂亮喔好漂亮喔 有了有了 哦 终于回到了了 好开心 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新野度假村 只是前往到中青景泽站 南口就会有免费的接驳车可以乘搭 很快的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冬天啊 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呢 都没有夜的 只有光秃秃的 洛书 在这里需要走一段路 才可以到达欧洲风格的 榆树街小镇 这里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餐厅 还有商店 我们到了和泉屋买了一些著名的小食 当中就包括了团子 还有草莓大福 团子冰冰凉凉的 朋友绞径非常的推荐 这么滑稠啊 草莓了 哇 它是季节限定的哦 只有现在才有哦 看到它的毛细孔 从来没有吃过草莓大福的我 觉得非常的新鲜 新鲜的草莓咬下去 草莓汁都会爆牌 升级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前往到清景泽 高原教堂 还有非常有名的十支教堂 但只要教堂有活动 都不允许游客进入 看不到十支教堂 真的非常的可惜 雪越晒越大 我们就决定先回到清景泽 站先吃个午餐 于是我们就选了明志亭 也算是清景泽 蛮有名的餐馆 点了酱汁炸猪排冻 还有野菜强麦面 个人比较推荐野菜强麦面 这里的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野菜强麦面可以让我暖和一下 吃饱之后 我们就到了清景泽王子outlet 去走走逛逛 王子outlet是日本面积十大outlet之一 喜欢购物的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outlet了 逛了非常多的店面 相比之下觉得价钱没有特别特别的便宜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买了什么 悠哉的清景泽一日游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你来到东京旅行 想要到郊外走走的朋友 不妨可以考虑来清景泽哟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